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已经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 5月29号两艘供舰补给船 闯进金门禁限制水域 这是近数十年来 首次由中共解放军 小心舰艇进入 研判是经过修改的战车登陆艇 虽然没有直接的威胁 但是我们还是会提高警觉 它的设计是500吨的排水吨位 可以搭载大概三辆的战车 或是其他战甲车 又或者是200名的步兵 这两艘登陆艇可能就选择 而国防部再公布 6月1号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 总共整获共击两架次 越过海峡重线 另外还有共建六艘次 海警船四艘次在周边活动 就怕两岸严重对立 曾有学者提出可考虑宣布 离岛金马非军事化 或成为军事缓冲区 但专家认为恐怕还得审慎评估 可以向国际舰传递出 一个和平的讯号 但是相对的 这是在军事的层面 就要更谨慎的评估 台海紧张 美国媒体CNN就曾提出警告 万一两岸开战 台湾周边15条海底电缆 可能遭破坏 导致全台湾大断网 影响到我们整个所有对外的联系 包括金融业也没有办法 跟国外做通信联络 就是对我们实施封锁作战 包括到我们的天然气的运输 石油的运输 其实这效果是一样的 就要解未来的国防部将成立 类似美军先进国防科技小组DIU 将尖端科技应用于军事领域 台海和平备战才能避战 但恐怕还得靠执政者的智慧 让交流取代冲突 记得众商 李俊云 台北报道